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又曼兒 贏者 今天就開始新番介紹了 那當然啦,今次新番介紹的時候 在我未開始看的字就無緣無故崩出了一個名詞 魔法戰爭四天王 金貴 很厲害嗎? 老實說,你能給魔法戰爭那四個字擺頭的話 很顯然是 貶義 沒錯 所以我們也順應這個潮流 我們告訴觀眾,我們一定不會錯過這四套 一定會說 至少這一集 還有之後那集我們一定會每集說兩套 今集首先出場的兩套 我覺得我們第一套要說那套 去作話望貫 其實我覺得已經有這樣的感覺 但聽完你好像不是四套都看完 我現在絕對相認給這套 我感覺而已 我絕對相認好像也不算很過分 不說了那套,我們下個星期才會說的 我們今個星期第一套要說的就是 統和磨座的法庫納 原本書題的名字就是蒼洪之法庫納 不是 而背景也是有點像 也都是主角一開始就身處在一個島裏 一開始世界被一些謎之生物的隆襲 油倫大地 花芙娜也是 我知道,所以你會留下這套 其實這套 一位男性持有D能力 即是IS 沒錯,他未試驗武 他有一個IS 當然我也是這樣說的 我不清楚究竟是IS還是他 如果他是抄公然的話 那套東西的水準 大家可以先有個底 他不是抄公然,他抄很多東西 這類型的長期也有 這套輕小說應該是2013年 我就不知哪套先了 公然好像2012年左右 IS好像2012年左右 那不知道誰抄誰 也沒有重驗證 這也不需要考究的地方 這些可能是雙參考 當然啦 在魔法界裏面 當然互相參考 作為一個對魔學 你說得好像有功能組別 作為一個對魔學有多少研究的研究生 這方面的東西 我是絕對 是有些要求的 其實是 這套東西一開始 男主角就被丟到這個D 少女聚集的小島裏面 人家叫學校 有教學的 這是一個島來的 這是一個島來的 作為一個魔法師的話 當然會有固有的技能 這是在ACG界的一個慣常的共識 尤其是一男 多女 的情況之下 的後宮作品來說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不是呀 男主角唯一 我會承認她的能力 只有三人的力場 後宮的力場 她們基本技能 你打錯了 那不關事的 至少第一位出場的女角 她都在一個合乎 有機會會裸體的地方 而裸體 不是有機會裸體 已經裸體了 第一次見面的女角 不知道一定會裸體 然後一定會反問 為什麼你會裸體 不是女主角會反問 為什麼你會裸體 對她來說 對她來說 全是女的 全是男的 全是男的 怎麼會有男的 你又知道她是男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是一個自學問題 這是一個 生物學的問題 這是一個 沒這麼矛盾 女兒不是小時候 還沒叫男人 別這麼管 尤其是16歲 可能性徵比較遲的時候 不奇怪 對於男人都不知道 當然 主角 也是很典型的 主角 在這類型的作品裏 通常在這些 魔法型的男主角身上 家底都是非常之特別的 有背景 一些傳以言語的背景 是IS的 主角的姐姐就是 最強的IS的使用者 這裏也不弱 這裏也不弱 但她抄就不是全部抄 這裏也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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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分別 這個魔法高效 折裂等身 這個問題 你要問一個姐控和一個妹控 你就會分出兩次 有什麼分別 你有沒有聽過 林峰那裏也有世界車 不是 現在這裏也流行 魔法高效 折裂等身 那裏也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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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角 經過了裏體的固有情節之後 當然她的妹妹就出現 帶她去學校 接著就說了一套 在任何魔法校園 或者有魔法固有基地的片裏 絕對不應該說的對白 絕對不應該說的 絕對應該要說 是一定會有的 放心吧 這裏的防護罩 很堅固的 這個買學員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他會說這件事 不需要擔心在這裏 這裏很安全的 我們的防護罩 很堅固的 對什麼 有ISO保證 ISO8001有沒有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魔法作品裏說出這句話 防護罩根本上是史上最不可靠的東西 甚至是跟自出自入沒有分別 而這套東西在第二集裏 也充分反映了 防護罩是沒有用的 一集就打你臉 最厲害的 我們這裏就會跳一跳 先講講我們偉大的防護罩 防護罩就是什麼呢 你對比起Eva 你對比起其他的很多不同的作品 防護罩都會有一瞬間 哪怕最少都有五六秒 或者幾分鐘的時間 或者數個小時的時間 去抵禦敵人的侵察 Eva是第四師圖 Eva是第四師圖 人家也有二十多個小時 這裏也不一樣 當他收到龍 面對著他們這個島進發的時候 他們是有六十個小時的時間 不過我不知道那六十個小時 有沒有計算防護罩 那六十個小時 是沒有計算防護罩 因為大家看到那條龍 當他踏入了第一防線的時候 然後那條龍就說 咦? 踏水的什麼呢? 有蚊? 有蚊? 正電而已 那些 錯覺 還要那個司令人很驚嚇 就說 第一防線居然被攻破了 然後 然後 不是 那個鐘是04000 0359 這樣 所以 我們就說 防護罩的作用是沒有的 所以 其實它就是 令島可以有移動能力 可能經濟效益是更加大的 但是移動能力這件事有不夠的 如果你的島可以移動的話 你可能會撞到其他龍的軌跡 固定軌跡 他們聲稱 是已經有所有龍的移動軌跡 是那些龍 是那些龍突然之間 因為不知道什麼的理由 待會再說 待會再說 他就會轉移他的路線 當然 入到這個學校 固然就要介紹這個男主角 當然很多女兒都看著 為什麼有一條子在那裡 我不同意 一定會出現的性質 當然 這裡又出現了一個 本人不是太明白的字眼 大家各位主持明白 在他們介紹什麼叫做D能力的使用者 主角的阿妹聲稱 作為D能力持有者 就是有高度社會意識的人類 何謂高度社會意識的能力 我是不是好知的 你不懂 作為一個都讀過社會學的人 我都不知道究竟什麼叫做高度社會意識的人 你不懂就證明你不是這種人 那不關事 不關事 你們看不通 有高度 他有高度就是有低度 是不是 有社會就是個人 那些就是社會不適應人格 那些 你明白 有高度這個字眼 就是這個東西是可以被測量的 被比較 被比較 被比較或者被測量 總之可以驗算到 那何謂低線 重要的 這些能力就是高度社會社會 即是沒有人現在就是低度社會不適應 就是 啊 也可以這樣解讀的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社會意識 他叫做社會意識 是什麼 是什麼主義 但他們被社會排列出街 那不緊要的 但當你聽到 那不緊要 你要明白 這套東西 其實我看完再後面那一節他的解讀 我就明白 其實這套都有多少深度的作品 然後他就說 持有D能力的人類 即少女和男主角 他們是可以生成一種叫做黑暗物質的人 這種黑暗物質是什麼 這種黑暗物質當然很喜歡 大家自己分享 他純粹說到這種Diamond 就可以生成任何的東西 你不就當作是HIGHL粒子 慢暗物質 總之他就像一個練金術那樣 就是這種物質可以生成這個世界裏面 任何的不同的實體物質 資源 資源 或者無形的能量 封都可以 而這間學校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收集全世界各地所有D能力的人 去集中在這間學校裏面 然後其實除了目標對抗農之外 還在這個世界的資源供應 聽到這裏之後 再加上剛才說高度的社會主義 我深信這是一個共產社會的主義 而這間其實是一間斷藏工廠 那這班D少女其實是工廠女工 即是Force Con 突然間多了工廠男工 難怪不得不適應 他們每天就負責生產不同的資源 例如石油、金屬、鋼材、木材公園 都在各地 明白嗎 那這個男國來就 你知道 女工如果有談戀 會影響他們的生產能力 還要戀來禁止 你這個要明白一件事 他是用了一個很偉大的理由去包裝這件事 他們就是為了我們要保護這些珍貴的資源 以及他們守護這個世界的和平 就把他們抓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島裏 生產之餘 這些很明顯是這些思想限制的制度裏才會用的制度 其實已經洗腦了 那你不可以否認他們有多小被洗腦的事 他可以跟他說 你為這個社會付出很多 其實不是很殘忍的 應該勾著鼻子在那裡電一下電一下 你要看七黑死打 但同樣有些怪物出現 有些能夠對我怪物的少女出現的時候 人類怎樣看他們呢 就當他們怪物來的 好聽這集 讓你們在島上的生活 冷靜點說 就放肚子在那裡 眼不見為靜 其實是保護他們 當然 我們不得不提上季現在還在播放的 就是福田那一套 水樹那一套 是的 龍與少女不知道是什麼 我還記得出名 因為我是掉了 放心 我救回國的時候 我會補回了 又是打籠 好了 再解決 這個黑暗物質 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主角就說 因為本身 在這個 他是一個軍人 入這個不得不提軍人 這件事 提得好這件事 也是想說的 當他入學的時候 當然他作為一個 在外界裡面 他應該是屬於一個優秀的軍人 當然他的班導也跟他說 你作為一個優秀的軍人 你知不知道 D能力和這個狼 究竟是怎樣來 主角答完了一連串的官方答案之後 他就 我們偉大的班導 就給他了40分 一個優秀的軍人 就只有40分 應該是100分為基準 應該不是40分 應該不是40分 我沒有聽過 他應該是說 如果你心想說 多好 你滿分 他這樣說 也會看到 為什麼只有40分 因為作為一個專業的軍人 他應該只是忠從命令 他不需要理會命令的內容 而一個優勢的軍人的定義 就是他的能力 是適合做的軍人 但是他的心態 或者行動上未必符合 其實班導是想他告訴他 他回答他一句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一個專業的軍人 回答這條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說 我不需要知道 因為我只會聽從長官的說話 所以他其實應該是拿0分 所以他只是一個優秀的軍人 即是說 你有很強的搜集 我拿到40分這麼多 搞錯 你有很強的搜集情報能力 你知道一些 你本身不應該要知道的情報 我對你的情報搜集能力是予以肯定的 但是作為一個軍人 你是不應該要知道這個情報 你是不應該合格的 所以我給了40分 這個不應該的分數 所以我一開始 已經給了提示 你是一個優秀的軍人 你現在就要表現一個 你一個專業軍人的態度 就是什麼 你應該回答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優秀軍人這個字 他根本上是在表跟他的 他已經給了提示 誰知道他也是這樣 很簡單 你這麼厲害 軍方不留著你 要讓你這個女人倒到 你真的沒有用 外面不需要利用 其實不是放逐 這個 又放逐 還不是放逐 所以因為軍隊裡面 軍隊是不需要英雄主義的 我不需要一個回答到40分的人 我只需要0分的人 沒錯 所以主角就被放逐 在這個 其實不是放逐 這個是垃圾圓圈 所以洗垃圾櫃 不用的就洗垃圾櫃 什麼 張君怒氣身記憶 接下來的劇情就是 介紹這個D能力 究竟是什麼 D能力就是 剛才我們所說 他可以生成這個世界 任何的物質 任何的物質 主角就為了證明 他自己是一個優秀軍人 所以他變成了八槍 那你也可以這樣解讀 當然 那些人就不認同 因為那把槍裡面 連裡面的子彈 也都變成了實彈 然後這群D能力的少女 和班都說 我不理這個 只是一些最低階 使用黑暗物質的方法 他說了一個原因 他說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使命 是對付什麼敵人 就是對付這些龍 你認為實彈對它有用嗎 沒有用的 然後他說 究竟怎樣用這個黑暗物質 讓我們整班人親自示範給你看 他們是精英 當然 當然 你聽到就說 槍都不行 那究竟 要變什麼出來 才可以打敗龍呢 然後 然後說 魔法世界就是魔法世界 魔法世界是什麼 我是不用機械的道具 我們是用 長槍 長弓 魔法書 手帶 然後 然後 看見男主角的樣子 他就說 冷靜點 我知道你很有問 很多問題 我知道你很多問題 但你不要問 你先看完 你作為一個優勢的軍人 你不應該只看表面 你應該要看他們的內在 其實這把槍 不是那些槍 這把槍 表面只是 新成了表面的物質 內裡的構成是99.99% 都是黑暗物質形成的 你找我去掃描就算了 他知道 這麼國產007 但你見到就是 為什麼要變把槍出來 固然是沒有解釋給你聽的 而他們也是出招的時候 只是射光炮出來 然後 那些什麼東西 是沒有關係 如果你要解釋的話 可能 因為 可能根據每個人 每個D能力使用者 不同他們的習慣 他們就要形象化一種 他們認為最能夠發揮 他們自己能力的武器 來集中精產 但是沒有解釋 你也見到每個人 只是釋放光炮 不是啊 就說吧 我看到這一幕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要變武器出來呢 既然那個黑暗物質 可以伸成任何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不直接 一隻手攤開 龜波氣功 一車載下去 就算了 變成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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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人者 你又不明白了 我當然不明白了 我也是不明白 你認為一群 在一個少女群組裡 有人會看龍珠 不變龍珠 美少女戰士 都不會看那些有槍 不變龍珠 美少女戰士 都不會看那些有槍 不變龍珠 美少女戰士 都會看那些有槍 不變龍珠 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現階段 看了兩集裡面 是完全不知道什麼 美少女戰士 就是那條龍撞到薄膜裡 美少女戰士 報告集而已 不過我也是 撞人 人上面那個 你不知道究竟那個薄膜 究竟是有什麼 但是在第一集裡面 花得最多時間 已經是用了 變身動畫級數的時間 去resend 就是每個人兼用卡 每個人都變成一塊膜 其實那個不是變身畫面 其實那個是casting time 就是他把衣服變成實體的時候 就是他出招的時候 當然啦 不愧是偉大班道的解讀 他就說 在經過這個實戰裡 他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 這能力的女生的幻想力 是比其他人高的 當然啦 他可以這樣做比較 就是他用女生的 即是男性 但男性只有一個 他取樣只有男主角一個 其實他這個取樣的幻想力 究竟是怎樣得來的 不是他現階段暫時 男性的sample只有一個 就是他在班上 叫他第一次變槍的時候 那個sample 我覺得 你變個外形出來 你可以說是幻想力 那裡面的構造 只是主角知識不足 跟幻想力是沒有關係的 我覺得挺合理的 因為主角是一個軍人 軍人叫他變武器 變槍很合理 他沒有叫他變武器 他叫他變一些東西出來 那作為主角是一個優勢的軍人 他第一次想到的是什麼 當然是槍 不是他叫他變 不是做一個男性 打砲很厲害嗎 他叫他變一些 用黑暗物質 你用黑暗物質變一些東西出來 純粹就是 他沒有叫變武器 前面都是女生 你變一些東西 要變一些東西 要小心一點 不應該變一些東西出來 很糟糕的 他在第一集裡面已經表明了 這套作品的主題 或者最終目的 建構究竟是什麼 那就是 那些龍呢 就會為了找這個D能力的少女 交配 他沒有說交配 他只是說求偶 就是交配 發情 求偶和交配是兩個過程 發情OK 剛好走走走 覺得那邊有個女生很漂亮 走走走 他為了求偶 他求我的方式都很特別 他求我的方式就是 是指名制度 總之說 工廠 這條女我已經訂了 不是 是皇帝以前後宮點燈 阿太監跟皇上說 我今晚點門口那盞 三明一號房那盞燈 你今晚就搞它 比喻用錯了 你剛剛也叫我太監搞它 比喻用錯了 是那個劉曼 突然之間經過工廠 那條女還可以 他就是想調戲那條女 然後這班工廠女工就團結 為了讓自己的姊妹 不會被調戲 他要出姊妹到位 但是那個姊妹那盞燈 是老婆屋 但是那個姊妹那盞燈 是正在亮 已經發光了 他已經被人預約了 你明白 你明白 色慾嘛 要集歌才找到你 真是 扔了拼波 這套東西簡單而言 如果用一個Discovery Channel的頻道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大自然麥敬天擇 就是為了生存 為了這個結束下一代 不是求偶季節特輯嗎 如果是Discovery Channel 其實他合乎劇情 應該是所有女角都著燈 事大一個都可以 不知道這個就是 Discovery Channel 你有看到的 不同生物有不同的生活習慣 不同的生態習慣 不同的生態習慣 這個Channel已經告訴你 就是龍龍這種生物 他們的生態是怎樣的呢 龍這種生物 就是當他想求偶的時候 他就會對這個族群裏面的女性 就會發出這個賀爾蒙 然後就佈碎了她 菲露蒙 菲露蒙 就會佈碎了她 就會永遠以她的目標 終身不移 勇往直前 自死不如 對啦 她就裝出貨 而族群的女性 就會因為一隻 一隻雄姓要得到這個交配的權利 她首先就是要驗證自己的強大 而族群裏面其他的女性 就會阻止這位雄姓 沒錯啦 結婚那天 南方上門 女方說 Discovery Channel 這個 不要打你Discovery Channel 所有族群的女性 就會阻止她 而男性 要得到交配的權利 她就要擊敗所有其他阻礙的異性 才可以得到這個 女人貴 對啦 就是搶老婆 就是孖母兄弟 打到最後 搶公司的派遞 當然你說故事裡面 他也說到 其實主角 並不是很簡單 就是被放逐過來的 其實他是 臥底 他也有D能力 不是 他過來 他好像也有印記 他不可以打龍 他可以打人 在那些女人被那條龍搞定 變成龍 之前 對她 對啦 沒錯啦 我都很記得 他位上司也都說過 前上司 他那個是否真的上司 好像 應該是他上司 上司是他講的 的關係 你是很優秀的 我聽到他講了這個 當然是 剛才我們解釋過 優秀的意思是什麼 即連聽我說 在上司裏面 他也都說了 對龍的話 你可能是 不是好得 但是 對人 你應該是這個世界上 最強的 微視呢 他最強的 暗殺者 對啦 當然 未知道究竟 他現在那個上司 其實他講到的 對白就是說 他是為了 不給這些 工廠女工 應該是給其他人 佔有 不打算 因為這些女工很危險 這些女工 因為什麼都做得到 他說那些女人 被那條龍 混了之後 就會變成龍 所以 要避免D變成龍 他變龍 之後就堆了 簡單來說 全部女工都有變龍 是一個很危險的因素 就是 暴力過 安全措施 這樣講的事情 為了等 為了等工廠女工 不要有自主意識 要在他有自主意識之前 殺了他 當然 為了保障這個社會的和諧 不是 用一個簡單的說法 就是 當少女變成人差之時 這個不是羅里的理論 好像是 這條龍混了之後變成龍 總之 我們說這位大主角 是優秀的軍人 不是一個專業的軍人 所以他是手下落成的 下不了手的 當然第二集裏面 只是說到 這條龍將會入侵 這個學員的島 其他D能力的少女 就是為了阻止他 就是很團結的 這班人就是 工廠女工 你這樣逆轉的事情 其實 大家都不想對方 可以找到另一半 所以 總之有任何另一半 他都要阻止 因為這間是姑婆屋 去死去死團 我明白了 所以 你看到就是 其他人 對阿妹 阿妹是曾經殺過兩個 變成龍的學生 因為這兩個是甚麼 他們找到另一半 身身懷恨地 那就要殺了他們兩個 不存在就等於甚麼 當然剛才的內容 是一些搞笑的解讀 但是 這套作品裡面 你說就是 他 魔法那方面 他們說得很簡單 純粹說 總之他有一個能量 這種能力就是 萬能的 變甚麼都可以 純粹靠想像力 總之就告訴你 其實這個套路裡面 指定就是告訴你 他們需要變強 他們就可以變強 其實 不是 他要訓練的想像力 如果他現階段的想像力 不夠抽的時候 他要訓練的想像力 令到他的power upgrade 即是金手也隨時可以 想像力 你沒有標準 我要說加加加加 對嗎 但他習慣了 如果那樣東西 做不到效果 他就要重新訓練 而這個故事裡面 亦都見到 他的女角 大家看OP 很容易看的 就會見到 一男多女的情況下 那些女是被男主角混合的 應該是要 是否調轉呢 當然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討論 出現了一個這麼罕有的 男性D能力者 那癡性的龍呢 不是瘋性的龍 我在期待男主的身上那個龍 什麼時候發光 當然 在介紹 你瘋性 可以雄性飛過來也可以 是可以的 大致的身體裡面 沒有阻止同情 那些情況應該是沒有反抗意識的 你說來搶女的 就說有反抗意識 好像現在 扎神 曬馬 不讓她入侵而已 如果來搶男的 會不會放軟手腳 隨便吧 不清楚 不得不留意 就是在介紹 現在現世界 在故事設定裡面 七條龍裡面 其中一條龍是文鳳 暗孔 暗孔 它寫著什麼 英文暗孔 不過那棵是一棵樹 那究竟這個暗孔 這個暗孔究竟是性別上的暗孔 還是什麼呢 這個可以留待 是求偶需要上的暗孔 有功的有求 因為有癡性 當然要有個男性 直接有個男性的D人 所以其實這套東西 是一套Discovery Channel 是一套Dragon 即是怎樣 這套東西 其實應該改成龍球 很像戰技 那樣 不是迪士尼塔開的嗎 那些藍龍 那些什麼 都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的 但至少這套東西 暫時看了兩套裡面 它都是淺白 很直腸直肚的 那些東西 它直接直肚的地步去到哪裏 是 是 你錯了 直肚的地步去到 拿開衣服給你看 不是 你想我看底下 我拿給你看 不是看肚 你要明白 都說Discovery Channel 當一個瘋性的D少女 被點名的時候 她就會進入發情期 進入發情期 除非她是同性戀 她按了一個燈 如果不是的話 她是不會向同性發情的 那旁邊剛好有個異性 那你就不幸運 幸運 不幸運 你搞錯了 那你說到那個男主角 整個龜公 我記得還有一段 動畫還有一段 很搞笑的 就是她在發情 問你看不看我 我們小夫婦的時候 她不是 那間房間 不是有些閉路電視的 不是見過其他學生 在守護那個學員 但是她全部都是飛起來 搞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還在飛起來 就是證明很辛苦 基本上 這個畫面 暫時我覺得 是一套輕鬆的魔法笑回來 不是 重點是 大家一定要看完第一集 之後要看完第二集 因為第一集的方法 我一定沒那麼重 那這套我們先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到另一套魔法作品 另一套結束 不用介紹